妖兽永不为奴 但更不想死 特别是修炼到他们这个境界 极不容易 更是十分稀 方尘细血地望着二妖 对此并不意外 入妖道都是老油条 真没几个是不怕死的 他道 没什么好谈的 我可以让安安不随意刁难 你们二者 各自老老实实发展便是 血白则和罗天前互望一眼 脸上尽是苦涩 二族中妖 也在无知前那般气势 任命般地颓废在原地 唯独鲁渔族 万妖兴奋不已 更有者已是泪流满面 血白则沉思许久 最终一声长叹 任命般地说道 可 不过 心安安也得发心魔誓言 发心魔誓 方尘冷冷说道 你是在和我谈条件 若非当初有功 我刚刚变二等灰飞烟灭 可懂 方尘也懒得和他们继续纠缠 再道 若应 一切都好解决 若是不应 现在就让你们彻底消失在这妖海 我答应 闻言方尘此话 又见长天灵微微晃动 随时都有响灵的可能 罗天前第一个忍不住开口答应 血白则见此 也知道自己继续坚持 也没有任何作用 只能苦笑点头 我也答应 他明白 从今日起 白则族将再无称霸的可能了 而灵渝族将成为妖海真正的霸主 好在控制他们的是心安安 而非心力杀 否则的话 他们二族真就没有活命了 于是 二妖当着方尘的面发心魔誓言 方尘微微点头 道 让他们都散了吧 是 二妖点头 随即让二族散去 待二族散去 灵渝族众妖 欢呼雀跃 他们没想到 此战最终居然会使他们获胜 而且从今往后 他们灵渝族 将会成为妖海霸主 再也没有被灭族的危险 心安安感激地望着方尘 言道 多谢 方尘微微一笑 道 你我之间 就不必说些了 不过 随即他好奇地问道 不过你母亲呢 有他在的话 他们也不敢如此嚣张吧 想到自己母亲 心安安神色暗淡 道 我母亲他进入一处绝地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绝地 方尘疑惑 现在天灵狱还有绝地 能够威胁到灵海进抢者 血白泽似乎是为讨好方尘 立刻道 是一处新出现的绝地 就在妖海的最深处 一开始出现时 还是一道微不足道的小裂缝 但渐渐开始放大 直到前不久 到了长约百丈的距离 是啊是啊 里面有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心丽莎说是感应到 里面有不输于这个世界的气息 便邀请我们一同进入 但因为太过诡异 我们并未进入 于是心丽莎就独自一人进入其中 罗天前补充道 不输于这个世界的气息 方尘眉头一皱 微微闭上眼睛 动用长天灵 向着妖海深处探去 当他神识探查到妖海最深处 一条海谷地时 确实是 发现一道诡异的裂缝 裂缝中散发着奇异的红光 宛如一双巨大的眼睛 正在慢慢撕裂这个世界 仿佛有恐怖存在 正试图通过这条裂缝 来到这边的世界 方尘眉头一皱 想要探入其中 却是发现 哪怕有长天灵在 也无法探入 似乎那边并不属于这边的世界 不过他 还是感应到了一股 让他厌恶的气息 吞天足 还不肯忘呢 他冷笑一声 并不意外 毕竟这一方世界 他们可是寄予了无尽岁月 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想必对方是知道自己离开了 想要趁自己不在时 再度入侵 拿下这一方世界 如果他不在时 被其拿下 并彻底封锁这片世界 到时 他就算想要传送过来也做不到 只能跨过各个大域前来 到那时 吞天足早已掌控这方世界 而只要对方在大域外挡着 他也回不了这一方世界 只要回不来 那他就无法通过预保 对他们进行屠戮 呵呵 还真会玩 不过可惜的是 我回来了 他道 走 去裂缝那看看 嗯嗯 心安安知道 现在能够救母亲的 也就只有方尘 自然是不会有任何意见 血白泽和罗天前 却是面面相去 有些畏惧 罗天前道 方大爷 没有我们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是啊是啊 我们还得准备赔偿呢 血白泽也道 方尘文言 露出一抹和善笑容 没问题 但他的手 却是抓着掌天灵 伴随着他随意摇晃 发出清脆的铃铛声 尽管仅仅只是铃铛声 却说让二腰毛骨悚然 冷汗直冒 他们又岂能不懂方尘之意 血白泽道 我觉得吧 我们还是得去一趟 或许能够出几分绵薄之力 是啊是啊 赔偿的事 我让其他腰去办即可 罗天前也道 方尘文 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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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腰连忙道 既然如此 那就出发吧 他道 于是 三人三腰 向着腰海深处 顿去 深海幽暗 海骨更是如此 有血白泽和罗天前当作起 几人顿速可是极快 仅仅一炷香时间 便抵达裂缝处 穿过幽暗的海骨 深入一片漆黑的海洋深处 不断深入 好在这里的街市修为高深之辈 倒不会被这点压强所影响 当足够深入之后 面前猛然一片开朗 紧接着一道红光亮起 方尘双眼微微一眯 望向红光 那里有着一道巨大裂缝 长约三百丈 其中不断有诡异的红色气息散发而出 但在半空当中却化为虚无 当方尘靠近观察 很明显能够感知到 来自于吞天族的气息 身下血白泽言道 此处裂缝是半年前出现 发现时仅有三丈之长 如今却已是如此 方尘从血白泽身上落下 手握长天灵 对着裂缝不断摇晃 但让他惊讶的是 能够控制这片天地的长天灵 此刻却无任何作用 更是无法关闭 有点意思 方尘双眼微微一眯 不过他并未立刻进入 而是言道 先走吧 此处诡异 又与吞天族有关 自然是不能轻易进入 他打算先观察一段时间后 再进入也不迟 但心安安却是着急了 以为方尘不愿进入 可他母亲还在其中 要是方尘不救那母亲 就真的完了 方尘 他哀求般地望着方尘 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让人恋爱 方尘自然知道 他要说什么 但并未因此动容 言道 上去再说 见此心安安也不敢多言 只能点头答应 很快 他们离开 还鼓回到海面上 但并未远去 方尘拿出小木船 漂浮在海面上 并落在旗上 怎么了吗 带到林船上 艾琳好奇问道 方尘道 里面诡异 随意进入并不可取 顺枪被毁 他一键保命底牌已经没有 自然是要谨慎些 裂缝中自然是要进去 但前提是探查清楚 连你都不敢进入 心安安文言更加担忧 那我母亲岂不是 别急 方尘道 先探查清楚再说 心安安想要恳求方尘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连方尘都不敢轻易踏入 说明其中危险极大 再求 那就是逼方尘送死 尽管他很想救母亲 但也明白自己与方尘交情 还未到那个地步 思来想去 他明白 唯有拿出足够的代价 才能够让方尘救他的母亲 思来想去 唯有自己妖丹 才能让方尘动心 一咬牙 他道 方尘 只要能救我母亲 我愿意将我妖丹之力全部给你 我不需要你冒死 只希望你能够竭尽全力 说到最后 他哀求地望向方尘 艾琳和爱丽丝 神色古怪 妖丹 心安安实力如此妖丹又有何用 血白泽和罗天前 却是明白心安安的特殊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盯着方尘 感情你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方尘自然是感应到两大妖的神情 瞪了他们一眼 二妖自然是不敢对视 赶紧别过脸 假装很忙的样子 方尘又望向心安安 尽管来天灵狱有一半原因 确实是为心安安而来 可他没打算以此时逼迫对方 那太没意思了 他一开始的打算是用强的 心安安那副愤怒 又拿自己没有办法的样子 才是他想要的 但现在看来是没有了 我可发誓 心安安以为方尘不信 连忙再道 方尘摆手道 自然不是 我也不是打算以此时逼迫你 只是那裂缝确实诡异 不得轻易进入 若是能救你母亲 我必定会救 心安安听到方尘的话 心中这才微微一安 但他还是言道 好 我的话也不会变 不管你有没有救出母亲 我都会将妖丹给你 行 都这般说了 方尘也就没有拒绝 不过公子 你打算探查 爱丽丝问道 方尘微微一笑 啊 这个容易 他盘坐在甲板上 微微闭目 背后轮回二字 道文展现而出 轮回之道运转 下一刻 只见两刀身影 从他体内分割出来 一位老者一位少女 正是轮回分身 众人见此一幕 都十分诧异 特别是三者气息 几乎一模一样 除了容貌 压根就分不清 谁真谁假 就算是容貌不同 谁也不敢保证 谁就是真的 老者方尘 和少女方尘出现之后 并未停留 向着深海遁去 很快就来到裂缝前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跳入裂缝当中 当四周一阵天旋地转后 天地一变 老者方尘 来到一处灰色的宇宙 诡异的是 这里无天无地 宛如一片宇宙中 却又不是 这里无一丝宇宙气息 死寂一片 没有任何生机 这里的生机 被吞天族所吞噬 乃是 另外一片事件 老者方尘瞳孔微缩 裂缝所链接的 居然是另外一片宇宙 果不其然 若是裂缝彻底打开 那吞天族将再度入侵天灵域 并从天灵域开始 对齐天大陆进行吞噬 看来当初 被困在天灵域的吞天族 并非苟延残喘 他们一直都在与外界 吞天族联系 并连接裂缝 也怪不得 当我掌控掌天灵后 他们直接放弃抵抗 原来还有这一后手在 还真是够狡猾的 老者方尘暗骂一声 随即感应 少女方尘所在位置 少女方尘所在的世界 又有不同 这里同样漆黑一片 四周死气缭绕 也是一片宇宙 可是诡异的是 宇宙之中 却有着巨大石柱上下相连 望不到顶 同时也望不到底 就好像是个巨大的房子 这些柱子支撑着他们不崩溃 只是 只是房子有些大 乃是一片宇宙 石柱通体白玉 充满着岁月的气息 但让少女方尘震撼的是 不少巨柱上 有着一道道巨大痕迹 要知 这里可是一片宇宙 每一根巨柱如星河般大 但却是有存在 能在旗上留下痕迹 而且这些痕迹上 还有混沌气息 明明已经过了无尽岁月 但能量依旧还有残余 那得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才能造成 这又是哪 为何和老年方尘的又不一样 难道是另外一片宇宙不成 二人震撼 同时也感觉自身渺茫 弱小无比 最让他们惊害的是 如此的宇宙 很明显都是被吞天族所灭 那么他们齐天大陆 是否也能够 抵挡住吞天族的入侵 齐天大陆虽强 但这些杂种更强 不过这些现在 不是他所顾虑的 停顿片刻 他们继续往前 可刚刚踏前一步 四周环境迅速推进 瞬间踏出数千万丈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二人一时间无法适应 二者神色微变 却也并未过多停留 继续向前 在走出百步之后 他们似乎到达 这片宇宙的末端 前方出现一个漆黑的洞口 如同黑洞 二者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踏入其中 又是一阵眩晕 当二人睁眼刹那 恶然震住 瞳孔微缩 因为在前方 赫然有着无数星红目光 死死盯着他们 宛如蔓延整个宇宙 数量之多 让二人毛骨悚然 而在正前方 此刻有着一个黑色牢笼 牢笼当中正坐着一位娇人 正是心安安的母亲 星丽莎 星丽莎也是看到少女和老者 绝望的脸上有了几分反应 她微微抬头望向二者 猛然喊道 快逃 这里都是吞天族人 此话一出 黑暗散去 少女和老者瞳孔一缩 那些心红的双眼 显出了真身 让他们震惊的是 这些吞天族 居然都是少女 老者方尘 宛如前方有着一面 无比巨大的千面镜子版 只是他们面露争鸣 如同是看玩物般地盯着他们 嘎嘎嘎 他们发出奇鬼的笑声 并一步步靠近二人